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施,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一讲,哎呀,正鸡鸡呀 吃鸡批 吃鸡批呀,又不是 那是不是偷番薯? 那又没有偷番薯 究竟哪个鬼鼠呢? 之前说到风风火火,说到很大 切查到底 那现在为什么? 是不查到底 之前有个国家 都是他的好兄弟 另外一个北欧国家,瑞典 他们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们不查了 不查什么? 哦,不查北鸡管道备毁事件 疑似被人放菠萝 想不到瑞典的好兄弟丹麦 他们也正式宣布 结束独对北鸡天然气管道的备毁事件调查 原来他们逆制 就是说,哎呀,你以后是这样 很奇怪 他跟瑞典说的一样 不好意思,证据不足已在丹麦 提起刑事诉讼 为什么这么迟才说呢? 不过你也可以说,我查过才知道证据不足 但是之前先骂了 乌克兰当然也有骂 乌克兰并不是骂,只是骂实 实际上肯定是俄罗斯做的 当然也有人说是俄罗斯做的 不过如果从动机来看,当然你说动机论不对 但是我们看看实质上的效果 如果当时北溪还是有公器去欧盟 其实俄国是赚到钱的 是赚到钱的 还是赚到钱的 虽然他是断了很多 首先断了少少之后断了 断了八成 但是 连八成都没有了 连两成的公器都不给 他连钱都赚不到,任何都没有了 他会不会 是这么蠢呢? 当然你说 他要震惑欧盟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希望欧盟依赖他 他才手中有筹码的 应该这么说 所以俄罗斯政府 他的怀疑跟世界上很多人的怀疑一样 就是 丹麦此时此刻这么闯处 这样结束调查 你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当中 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很贵 因为 现在 是不是 有媒体就说 是不是某一个最 密切盟友 涉及案中所以你怕查下去 就会查到那个盟友某些事情 正常人都这么想 当然你说 这些事情你不能正常想 你说 正常来想 我们经常都想 如果那些 有多少 不要说全部 有三几成 和这个证据指向俄罗斯 你觉得这些人会不会这么流口 你推外扬 我不查了 要这些人查 会不会这样 绝对发大来说 绝对发大来说 未有证据 他们也首先说了俄罗斯 佩洛西 俄罗斯做的 是中国做的 原来按照 丹麦警方的 说法 他们一直和相关国家 和机构 紧密合作 调查工作很复杂 也很全面 当被问到 要求具体 有什么 问题 令到你们放弃调查 有什么具体原因 他们就 证据不足以继续调查 因为 现在发现了 是没有办法有证据 可以在丹麦提起诉讼 而且是刑事诉讼 当然 也有人问他 记者就问 你们 跟谁分享了调查的发现 他们就不回答 其实跟谁 是不是害怕 如果好像我说是德国 害怕他们问德国 德国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当然 在查 是 在查 在查 不可以说 一直查到永远查 原来 当然普京大帝的秘书官 新闻秘书官 佩斯科夫 当然是证据你 丹麦的决定 近乎是荒谬 一方面 他们就承认 北溪管道 是有人故意放菠萝 另一方面 调查就说 不想再推进下去 你们说到很大 蓄意是破坏的 为什么 不是誓死查下去 当时你们说是认真调查 现在就说不查 佩斯科夫也说 考虑到所有事情和各种 洩露出来的 信息和调查过程当中 的一整套视察 很明显 调查 会将丹麦 某个盟友 指向他们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 不敢查下去 因为我们经常说 查贪官 有些国家查到某个级数 就不敢查 再查下去 自己也有危险 贝斯科夫也说 何方多次要求丹麦提供 调查的信息也是被拒绝 即使 现在也没有 没办法获得相关信息 他永远不会被你 不用担心 另外 瑞典跨国和平及 未来研究基金 他们也说 北溪管道 当然 这个够狼 他说 北溪管道 我们说 我们引述他 记住 瑞典跨国和平 及未来研究基金创办人 就叫做 杨奥贝里曾经说过 北溪管道当然是美国和 北若盟也是位的 他说 另外 美国知名记者 说这个当时很厉害 算是一宗非常 劲爆的新闻 摩西 北溪管道也说北溪管道是美国 情报部门 和西方 和他们的军队 做的 美国海军派多名 潜水员放菠萝 几个月后 再由 在挪威的 这些 飞机 投窄一些东西 可以令菠萝 一声 即是他有呼应 他有一些 是叫做 升纳浮标 呼应 就一声 毁了 当然 我们也很公道 两边都没有证据 所以 就未知 但是 是否真的没有证据 逻辑推敲下去 为什么 瑞典和丹麦 高高高低低低 轻轻放下 就值得人家怀疑 当然 西梅亦都很厉害 他们就很少捕这些东西 不过也有西梅捕 北溪管道 其实就是从俄罗斯出发 经过波罗的海 海底到达德国 其实会被波罗的海三傻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技术 我不是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动机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样的技术 2020年9月26日 这个管道就发生 一声 疑似被放波罗 大量天然气就漏了出来 调查就发现 四条管道当中三条是发生 洩漏事件 总共是四个洩漏点 而且是位于丹麦 还有瑞典附近的海域 事件发生之后 丹麦 还有瑞典 德国分别就启动调查 但是不让俄罗斯参加 而且调查的进展很缓慢 其实 今个月7号的时候 瑞典方面 就说我们没有这个司法管轄权的 所以不查了 并且就说 把证据全部交给德国 德国到现在还没有说 任何的调查结果 俄方当然 他们就说 继续观察 现在全部的压力就给德国了 他想 大哥 你待会 大哥 你撑吧 你撑吧 麻烦你 原来 现在俄方就说 我们在等德国的 调查结果 按照德国政府发言的说法 德国仍然 非常有兴趣调查这宗破坏事件 是想找出哪个人做的 但是你都可以说 永远都查不到 永远都查不到 你记住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 永远都是没有结果 就应该就是 这个结果就是永远都没有结果 你看 之前 讲回整个 战争大家知道 2022年2月21号 原来 普京也是 承认 罗金斯克和顿涅茨克 之后 2月24号 就是全面出兵乌克 欧盟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 全方面制裁 虽然北溪一号管道是维持书气 但是俄罗斯 向欧盟公器就不稳定 他最多是这样玩 他没有必要毁了 你知道他起码有个工具 可以卡住欧盟 所以他毁了他就等于少了工具 我觉得就是 供应量 在6月4号 就两天内 锐减60% 俄方在7月更加以 年度维修作为是理由 暂停供气10天 虽然北溪一号 在7月21号就恢复供气 但俄方就说 因为只有一个窩伦机可以运行 所以7月27号 就将 供气量下调到每日 3300万立方米 只是原本的 两成 刚才我都说了 减了八成 欧盟就说 俄方是玩事 故意减少天然气的输送 作为这个是 武器 即是将能源作为武器 就打算搞这个欧盟 8月31号 黄罗斯天然气公司 亦宣布因为 窩伦基漏油 所以北溪一号 的管道就停止供气 到9月4号 当然后来 一直等等等等 估不到 之后 9月26号 咦 发生什么事 原来9月26号 北溪二号管道 首先看到 首先偵察出 有人放波罗 造成了 2.3级的震动 之后大量天然气 就涌入了 在海里面17个小时 附近的北溪一号 亦被人疑似放波罗 亦有漏气事件 这件事当时很震撼 是的 当然西方第一时间肯定是俄罗斯做的 他们做的 不过后来 亦有几个西媒 调查之下 发现 有什么租船 其实做这些租船 一些可疑动作的 反而是亲乌分子做的 有些更加说他 是跟乌克兰军方 有千丝万纽的关系 当然现在 最后结果是什么 最后结果就是 一定是没有结果 你信不信 肯定不了的要知道 如果是俄罗斯做 我撤7号 也不信你不说出来 你是不是 你想想一下 当时波兰导弹事件 很早就说俄罗斯做 后来有份报告 才不关他的事 原来不关他的事 原来 是乌克兰的防控系统 吹错 应该是 因为他不是全部可以 在他预设的轨道之上 吹了去波兰 令到两名农民来世 当然当时扎尼斯的反应 俄罗斯做的 不用说了 还有美联社帮他卖广告 其实首先美联社的记者 后来当然他是道歉 后来道歉 后来 受害方的波兰也都说 其实是不关俄军事 现在这些这么吊诡 我相信 今次我相信俄罗斯说的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你不查下去 是不是怕查到墨油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